Mplus Mplus 好 可以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Mplus的休仔工房 今天又找了我的老友 試完 其實有些球會之間的老闆 有些買賣租借 可能有些少少 好像左手交右手 紐卡蘇 現在他們本身 主力球員東拿尼出了事 要停一段頗長的時間 據聞就想借 舊時狼隊的中場 魯賓尼維斯 即是沙達拉伯 希拉爾的球會 沙達拉伯的球會本身的大老闆 即是紐卡蘇的大老闆 所以英超方面 據聞這個月底 會投票 是否禁止 即是自己 和一個老闆的球會 之間去借 據聞說如果到時 20間英超有14間同意的話 就會禁止這件事 想看你怎麼看 其實一向都很盛行的 好像之前是紅牛系 都是幾支球隊 他會用一些球員借來借去 另外 英超 或者現在在英國的屈福特 和意大利的屈尼斯 也是同一個老闆 所以有幾位球員 就是這一季 在英超就踢屈福特 各那一班 就回去 以教就踢屈尼斯 然後下年屈福特 升上來 可能在屈尼斯 撿球員回去 可能因為以前 這種玩法的球會 又不是一些超級富豪球會 影響力都不是很大的 因為那些球員 都不是特別強 烏迪尼斯有什麼福特 又沒有什麼威脅 但現在說 你已經是STAR特財團 你已經是掙扭卡數 還玩完這條招 就是玩完 可能會擔心這件事 也應該理論上公道一點 你知道帳目問題 你說這樣幾多 可能這條數 都不是那麼容易檢查到 始終就沒有那麼清楚 因為他們註冊 大約有20多個球員 其實現在 可以這樣說 如果我拿著三間歐洲球會 每一道註冊 25個球員才算 其實我有75個球員 可以用 互相借來借去 可能又對一些 中小型球會 又會吃虧一些 就是了 希望如果通過作者 理論上 會比較公平一點 也多謝帕喬兄幫忙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來安播體育傳媒 立即下載M直播 隨時隨便 收睇精彩 投籃球賽事 來自一位 最後一位 我們以為